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西未明律师事务所,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中美关系和美国绿卡签证办理 那前一段呢,美国国务卿访问了北京,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也提到 现在呢,中美关系是两国建交以来最低谷的时候 那两国建交呢,是1979年啊,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 所以呢,那还是讲到确实呢,问题的存在啊 当然另一方面呢,能够有这样的访问 另外呢,双方也都谈到说,需要增加两国的学生学者和商业人士 民间的往来,促进这些交流 那就说明呢,双方都还是有这样的意愿的 那这个对于,比如说从中国到美国留学,或者工作啊,都还是有好处的 一直以来呢,也有不少人问我们,因为中美关系啊,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影响到办理美国绿卡和签证 但是呢,那我们需要了解它背后的这个逻辑 中国政府的要求啊,做出让步啊,等等 中国的政治人物,或者呢,立法啊,法规啊,等等角度啊 那他也会更多的考虑到这个申请人,他出生在中国,来自中国 那么在处理中呢,或多或少的一定的捆绑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在美国境内办理I-485绿卡申请 或者在广州领事馆办理移民签证 有更多的人要么被拒,要么被要求补充材料 要么被要求更多的解释说明 所以呢,这方面还是需要重视的 那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自说自话 觉得说呢,这个不会影响到我,是吧,那这个不是由我们个人来决定的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新闻民律所呢 有很多客户在中国办移民签证或者其他类别的签证 在美国办签证身份的转换延期 以及在美国办理律卡也都顺利批准 包括所谓国防妻子院校毕业的 也包括曾经是组织成员的 也包括曾经在体制内工作的 不管是办理职业移民 还是亲属移民 或者各种签证 那所以总体来说呢 申请人嘛,也可以强调 就是people should be treated individually 个人呢,解释自己的具体的情况 那有的背景啊 等等也可以提供说明 有的人符合豁免条件 可以办理豁免 像我们此前在其他的文章和视频里面提到的 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 或者要有interview 那需要认真对待 那不是说有的问题移民局没问 我就干脆不回答了 或者说问了 我就简单的说是否 或者说那这些消息 你们移民局自己应该有 自己去查就行了 那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对吧 那申请人呢 需要想到移民局或者使领馆 问这样的问题 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着重考虑的重点是哪些 那像我们的其他文章视频里面讲到 我们也有不少客户 有的那从一开始就针对性的做了认真的准备 有的呢 是在收到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或者要面谈的通知 甚至申请被拒以后 联系到我们 那经过努力 经过争取 申请还是取得了批准 那从官方的角度来说 不寻求新的冷战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虚拟的角度呢 这个回顾一下比如说过去美苏冷战 那么也前后持续了 四五十年的时间 对吧 那中间呢 还有比如说 苏联击落了美国的 高空侦察机 还有这个代理人战争 古巴危机等等啊 有一度也显得非常激烈 对吧 那么目前呢 这个中美之间的矛盾 至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那么同样我们回顾 也可以看到 冷战几十年呢 并没有变成 毁灭世界的大规模热战 如果说硬要比较呢 我们此前在别的文章里也讲到 那么现在呢 可以和五十年代等等比较 那么大国的 不说争霸呀 就说竞争吧 等等 也要几十年 可能才会有结果 有的人说呀 我等不及 我要这个看戏 我要明天下个月 就要出一个结果 那这个世界不是由你的 这个意愿来转移的 对吧 那有的时候过分呢 这个关注时事说 哎呀 怎么还不出个大的新闻啊 等了半年 一年 好几年 也不见得会有这样的情况 几年前 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不止一篇文章里面讲到 说疫情早晚会过去 生活还会继续 那当然这个疫情前后拖了三年 比大家一开始预计的时间 要长很多 但是最终呢 现在还算是基本就已经过去了 生活仍然在继续 对吧 同样的 这好多人呢 总觉得说啊 有一个这个末日思维 觉得说马上就要有天翻地覆的重大变化了 实际上呢 也不见得 那么社会呢 大多数还是由这个普通人啊 对吧 想过这个日常平静生活的人组成的 而不是说一心都想要激化矛盾的人啊 不是这样 如果你认真回顾一下 比如说不管是冷战啊 还是其他的意识形态对立的逻辑 也可以看到啊 那么大多数人呢都还是希望能够避免有激烈冲突的啊 所以呢 这个用中国的话就叫斗而不破 反过来呢 对吧 我们此前也讲到过个人如果说 呃过分的追踪日常的时事 哎呀 我们在这里呢主要讲到两方面 一个呢是呃我们自己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对绿卡申请的影响 另外呢呃相应的要考虑这个事情的底层逻辑以及啊怎样来应对 如果说啊你想要办理美国绿卡或者签证 但是因为个人的背景原因工作原因职位原因组织成员身份等等原因啊 或者你有呃家人啊有这方面的情况啊那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联系我们好谢谢